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六点抢先报 我是肖慧文 来关心新冠肺炎的最新疫情 指挥中心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公布了 台湾出现了首例南非变异书Omicron的个案 这是从史瓦蒂尼入境一名30多岁的本国级女性 而疫情记者会之后呢 指挥中心又进一步的公布消息指出 边境又新增拦截了两起Omicron的个案 这分别是英国还有美国的境外移入个案 等于说台湾目前已经累计有三例Omicron的个案